治安每况愈下 严重危害社区安全 油价飙涨 物价飙涨 高税收让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教育水准节节败退 校园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 而学生们的学业则一落千丈 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说漂亮话的政客 永远都只是嘴上说说 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得到你的选票 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者 是不与黑暗利益挂钩的 不向金钱下跪的 不向权力低头的 以你和上帝为优先的正义人士 秦政国担任南加核桃市市长 市议员12年 在这12年间 亲力亲为的自掏腰包帮助社区 他成立碗鱼基金会 One You Foundation 带领着社区中的高中生 数次的为贫困家庭捐助 几千份的运动鞋 凉鞋 毛毯 香包等物资 一方面帮助家庭解决所需 一方面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以及组织行动力 他看到街边的街友被毒瘾困扰 于是自掏腰包 成立戒毒所 帮助他们戒毒 从而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在他治理核桃市的期间 推动了道路建设 降低了犯罪率 核桃市的储蓄基金超过200% 因为他知道 税收要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不能随意滥用 如今 核桃市已经成为 南加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个美丽 整洁且安全的城市 这都离不开 秦政国与其带领的团队 兢兢业业 脚踏实地的工作 他并不只是一个 广义上的好人 他更是一名勇敢践行 捍卫美国价值观的爱国者 他不是一个政客 更不是以此为职业 赚钱生活的职业政客 他不会说客套话 更不会说虚假的漂亮话 如果你接触他 你会发现 他是最真实的人 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 代表我们发声 我们投票要看的 不是肤色和族裔 而是一位 真正能够代表我们发声 干实事 不像金钱和权力下跪的人 如果你热爱美国 如果你希望你的子孙后代 有一个好的生活 那么我告诉你 美国的价值观 是需要被捍卫的 既然秦政国愿意在威胁下 顶住压力站出来 代表我们发声 那么我们更需要站出来 一起支持这位 勤劳 善良 正直 勇敢的朋友 6月9号下午6点钟 在南加州罗兰港的 凯越大酒楼 联邦国会 加州第38选区的候选人 秦政国 将举行筹款参会 在这里 邀请你的家人 好友 一起来认识这一位 即将代表你在联邦国会 发声的好朋友 我们不见不散 罗拉 真的不是夸张吗 他真的这么好 他真的这么好 好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